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围码 还是在指上骂怀 我说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得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呢 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趁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 找笔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那么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哧坑哧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稳了 稳了 有一天都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被窝里 好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名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ay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Ea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优质疯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Ea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就别冒位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林整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哈喽 上一段结束后 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 我干了一件我从没干过的事情 去做了头等舱 很失望 头等舱的空姐 服务质量太差了 把我赶回了经济场 现在小孩太嚣张了 我有一个五岁的侄子 他淘气我打了他一下 他居然都对我喊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我说 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 他说 让他俩干一架呀 我也愣住了 问我哥 他爸到底是谁呀 我哥说 你疯了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 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 她平常只看综艺 前两天我推荐她 看奥运会回放 她被一百米短跑 迷住了 跟我说 杨波 他们怎么跑这么快 这还试人吗 我说 你把二倍速关了 苏炳天 百米成绩 四秒九一 我说 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 他说 那你还去参加 我捡完一个段子会停顿很久 有人微博问我 你是不是旺词在想呢 我说 不是 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我们继续 我很讨厌上班早起 有一天我 骑晚了 怕迟到 打了个专车 上车发现 司机是我老板 他看着我 你好像要迟到了呀 我说 那就看你表现了 还是迟到了 他扣了我工资 我给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 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 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 我很害怕 我假装看不见他 开始玩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 别装了 我看见你了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 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好了 我要讲一些正经事了 我要开始走心了 大家准备好 我来上海很久了 我有一年 瞬间没回家 跟房东阿姨两个人过年 别误会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看着我 小伙子 我孩子今天也不回来 但看到你吃饭 我好开心 我说阿姨 你也吃两口吧 就知道你儿子 为什么不回来了 最后我想说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拿身边各种人 编故事 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 因为第一轮 我拿我哥的婚姻 开玩笑 结果上个礼拜 他俩真离婚 还让我开车 送他俩去民政局 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要憋笑 我哥更难受 他没憋住 讲完了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摩恩 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 就是我在这个小组的位置 其实是很多职场人 最危险的那种处境 就是新人来势汹汹 老人抱团滑水 然后还有一群 事不关己的同事 坐在暗处 等着看你的笑话 我真的职场太危险了 我之前干了很多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 我是那种不适合上班的人 因为我不理解 那种职场当中的任何一种规则 首先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上班 就一定要起一个英文名字 就是我之前去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新人注视大会的时候 他们的英文名字 都是特别的浮夸 都叫什么Stella Emily Christop 他们那种名字听起来 就好像是国外电影里面 男女主角起的名字一样 而我的英文名字 叫鲍博 他们介绍完之后 我肯定不好意思说我叫鲍博 鲍博听起来 就像是Stella养的一条狗一样 然后那巴巴巴巴巴巴 一个介绍 马上就到我了 然后问 哎哟小伙子 你怎么称呼呀 我集中生智 James Bomb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能挺上去 可以 我就真的受不了 别人跟我说那些英文 你知道吗 就是中文里面带的英文 尤其剑客户子 更是这样的 哎哟 这是我们的项目 你们这个slogan不行啊 软荡记得及时发给我们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特别想我旁边能站一个无精 然后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这里是中国 而且我也很害怕 我很害怕和领导吃饭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个部门 甚至培训过如何和领导在饭局上聊天 他是这样的 就是你首先呢 要顺着领导的话说 聊一些共同话题 然后有一个方法 叫赞美请教表态法 为了方便记忆 还有一个手势操 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 领导说了一个事之后啊 你就说 哎领导 你这个事可真这个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是我 我可不行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 那天我们吃的是小龙虾 我就坐我领导旁边 然后领导跟我说 哎摩恩啊 我特别爱吃这个小龙虾 但我就是不爱疤 我当时一听我说 这共同话题来得太顺了吧 这天助我也 我说是啊领导 我也不爱疤呀 紧接着手势操呼之欲出 领导 你这个爱好可真这个 是谁把你灌成这样的呢 要是我 我都没脸说出来 说的是不太难 我觉得他应该能量播吧 我们经常会吐槽 自己一些没能力的老板对吧 然后说他们站在风口上 猪都会起飞 但是我那个前老板 更厉害 他是那种错过了风口 自己要起飞的猪 就是什么伙子就跟风做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一会儿做公众号 一会儿做短视频 做公众号的时候 他要求我一个月 写出五篇十万家 我说这不现实不可能 他说你想办法呀 你实在不行 你可以动用那个WA呀 我说什么是WA 他说 Water Army水军 我说你这种词你都能缩写 那你真是个Super Boss 换着发嘛老板 这谈一下就已经 这一场真的是浮了 你们知道跟这种不懂装懂 还有瞎指挥的领导 一起在开会那种什么感觉吗 就感觉你是超精雄 正在拯救世界 你的同事啊 都是什么绿巨人 美国队长雷神什么 大家焦头烂额 这时候你老板 突然出来说一句话 而且越是这样的老板 越假装自己爱学习 我前老板花了十几万 上那个总裁班 上商学院 我真的特别心疼 因为我觉得 他的那些学费 全是我打工挣出来的钱 而且他们上学 不是为了学习 就是为了交际对吧 有一天我工作 我加班到了半夜两点钟 然后就看见 我老板发了一个小视频 是他们商学院的同学 正在KTV里面 唱歌喝酒摇骰子 而我的老板 正在和一个 年轻貌美的女同学 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我终于体会到 那种为人父母心酸和气氛 你明白吗 我当时真的特别想 冲进那个视频里 然后找到我的老板 然后指着他的鼻子 就是我一天到晚 辛辛苦苦上班 供你上学 就让你来学校里干这个的 对于我想明白了 当老板是这个世界上 最快乐的职业 我以后要当老板 我现在做特别的最高目标 就是要收购这家公司 到时候 我白天就当着员工的面 胡说八道 然后晚上下边找我吃饭 最后到了半夜 我就去KTV 挥霍这些脱口秀演员 给我中的血汗钱 然后我就把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 我们也不唱歌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 都叫过来 都叫过来 然后就让他们表演脱口秀 表演脱口秀之后 然后我就 就跟我有钱的朋友 就这样说 您见好笑吗 好笑记得拍灯哦 这个样子呢 我今年刚入职了 效果文化 我也结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 公司的指标 是积分啊 还是油耗啊 企业文化 我凶俭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是个山东人 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是山东 张秋的 然后打小 我就想 我以后一定要去 大城市工作 去济南 我努力了三十年 终于在前年 张秋被化成了 济南的一个区 我们村以前还挺穷的 我爸当时买了 村里第一辆摩托车 街坊就说 这车真好 这车真好 我爸说 可不是吗 我这个车 加满了油 一次能跑八十几厘地 街坊说 那有什么缺点吗 我爸说 缺点就是 最近的加油站 一百多厘地 我在济南工作了三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 就是做表格 每天早上十分钟 把数据往上一填 往下一拉 一天的工作 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 我们这个行业 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 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开会的时候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中间秃 左边覆盖右边的19分 而且后来头顶 更加地破土而出 19分就变成了010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 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架过街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滴头 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我就入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 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 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老板成梁呢 我们老板脸一红 把头发又甩了回去 第二天 老板就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厕所旁边 后来有一个哥们 因为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被开除了 全公司都在疯传 说我每天坐在那张表格上面 记录着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个别时候 我们老板还会跟我套近乎的 非让我坐他的车回家 说只收顺风车的费用 他开着车的时候 就喜欢听郭德纲 听到开心一处 还轻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我就只能转移 他听相声的注意力 我说老板 你周末忙吗 老板说 哎呦我忙死了 我忙着考科目二呢 吓得我一路只能不停地提醒他 我说老板你看路 看路 老板说 小孟啊 我告诉你 看着人说话 才显得真诚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们老板真的太抠了 年底团建 别人的公司去饭店大吃大喝 我们公司团建 全体员工去山里壁谷 壁谷你们知道吧 就是被迫绝食 晚上勾火晚会 还要准备自己表演的节目 有俩哥们下午就打起来了 哇没办法 大家都饿成那个样了 那哥们在准备晚上的节目 报菜名 还有哥们就挺聪明 他临时改了表演内容 表演陈佩思老师的吃面 然后以演技不好为由 真的要了一碗面 一段无食物表演 生生变成了有食物表演 彩排期间 我又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我们的老板 竟然在跟秘书偷吃 秘书吃盖饭 老板吃面条 具体什么面我也看不清了 因为被老板的披肩发遮住了 老板发现了我 一甩头发 面条糊了一脸 我赶紧就跑了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次工作要到厕所里边办公了 演出完之后 老板就给我们讲话 一个劲地打嗝 老板还圆场 说呀 我这人一醒着就打个 然后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不敢看我 明显看出他不真诚 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接着大家 我说莫川 大家好 我是莫川 我在外面看 我就在想 看见没有 不要轻易惹程序员 是吧 这太好了 我刚才在上面看 我就觉得 我老了 我觉得 凤凰传记 怎么这么好听啊 其实凤凰传记 有粉丝其实不意外 但是我在网上 看见有人说 他是增益的维粉 就只喜欢增益 是增益的维粉 然后你知道 增益的维粉 去找喜欢增益的 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 至少增益唱Rap 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 我唱Rap 你们也听得清啊 关键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 哈圈这些事了 对吧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 跟以前年轻人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 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 他永远不工作 前一时间 我在马路边喝酒 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呢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商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 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 对吧 至少 后来他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 边赛诗人了 是吧 然后呢 后来你跟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机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我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啊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啊 对我来说 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着事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之事 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啊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你说 脱口秀 竟然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 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就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要是李战跟我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 我肯定说 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 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 带回了家呀 太早了 他的拍声点有点多 都无灯可拍 李战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 你只能占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多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 就是总有阵想害刁民 所以说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 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购饭 我这叫职场化缘 化缘 化缘讲究的是一个缘 你老板遇到我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的节 赶好应该是走了 赶好应该是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无声的 我之前家里 我亲戚的孩子 毕业说去了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 你知道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都说上市公司 卖壳壳壳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壳 他们发股份 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类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妈打电话问他 说干打压 他说多的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十分钟 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 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 老板在骗他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 全天下老板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诗人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期权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你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的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二十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呦呦呦呦呦 一直只知道 做自己分店的事 那是怎么样的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对于老板来说 对吧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 狼就是羊 对吧 好了 接着要回来 大家好 我是大沐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哎呀 慌慌 今天我们要聊聊爱情 对 你期望中的爱情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特别想体验 那种偶像剧里的爱情 这个我熟啊 是吗 就是那种恋爱之后 然后发现家族破产 郁郁寡欢流落街头 被车撞到失忆 去医院查出12种癌症 要输血的时候 发现你的女朋友 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这种吗 这也太惨了吧 偶像剧一般都这种设定了 太惨了 我说的是偶像剧里面 美好的一面 比如说 就我们相识在校园的图书馆 我们挑中了同一本书 手指碰到彼此 然后四目相对的那种爱情 太惨了 对 这样 陪我演一下好不好 陪我演这种吗 陪我演一下 好吧 哪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那本 碰一下呀 要碰一下呀 一定要碰 当然要碰一下吧 老公 有人耍流氓 结婚了吧 演个单身好吧 好巧 好巧啊 我没有一样的胡子 演个女人好吧 演个女人呀 性别也要卡这么死吗 当然呀 好巧 好巧啊 你也喜欢这本书吗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我的 让一下好不好 让一下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只有一本了 那给你吧 好的 来回让一下好吗 来回让一下呀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那给你吧 还是给你吧 好的 你这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呀 偶像剧嘛 一般开头都是这样了 邂逅作为偶像剧的开头 确实没问题呀 那接下来 就应该是我们浪漫的婚礼了 那你觉得什么场合比较适合呢 我想找一个特殊点的地方 就是可以追忆青春的那种 这种 欢迎大家来到二位新人的婚礼现场 你是主持人哪 今天二位新人别出心裁的 把婚礼选在了校园操场 谁会在操场上办婚礼呀 你不是要追忆青春吗 合理合理合理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家属方正 还有这个环节呀 走在方正最前列的 是南方98岁的奶奶 我奶奶太健康了吧 这身JK制服 显得奶奶格外的俏皮 我奶奶太敢穿了吧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 南方前女友方正 前女友还有方正吗 这是一个一乘一的方正 一个人也没必要是方正了呀 你的前女友把她的心灰和礼 扔向了舞台 这是什么呀 标枪 她是要干嘛呀 扎 男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娘登场 现在以百米速度向我们跑来的 就是新娘 太快了 跑过了呀 都回来了吗 至此 本次婚礼已经过半 接下来进行本次婚礼 最重要的环节 应该是那个交换 定型信物了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跟我们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啊 这些下一个环节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新娘想要问新娘的问题啊 好的 如果新娘和你妈妈一起掉进大海 你要救谁 救新娘 BB错了 救我妈 BB错了 那到底救谁啊 救救大海吧 这是什么机啊 环保支持测试题 这个机跟我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吧 接下来有请二倍新娘交换定型信物 好的 男方掏出了他胆结石定制的戒指 钻石 男方从他胆里掏出钻石 从兜里 男方从他兜里掏出胆 我为什么要掏个胆啊 想着爱情的勇气 从兜里掏出钻戒 新娘掏出了钻戒 有个人尖叫了 戴在了女方的鼻子上 戴手上就好了 好了 有请新娘交换定型信物 这是什么呀 满满的一缸金鱼啊 金鱼 这是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金玉满堂是吧 不是啊 他只想说 你好多鱼 这完全不是他想说的 是你想说的吧 婚礼到此结束 婚礼之后啊 就应该是我老婆怀孕了 这么快 然后我在产房外啊 焦急的等待 这就迎来了偶像剧的结局 要结束了吗 对对对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我不是医生 我是来送桶装水的 看枪 没必要演这个角色吧 演个医生就好了呀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放心吧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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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亲亲亲 恭喜啊 哦 这是我的孩子啊 好丑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啊 刚不是我说的 是你的孩子 对你说的 孩子怎么可能说话吗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我可以轻叹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先生 你拿反了 我怎么可能拿反吗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我可以去看看我老婆吗 当然可以 这边请 哦 老婆你辛苦了 你瞎吗 我是医生啊 哦 老婆你辛苦了 我是护士 请问你是我老婆吗 怎么 老公 你失忆了 哦 没有没有没有 老婆 你看这是我们的孩子 哇 跟我长得好像 哦 是啊 你看 你看我们咱有一样的胡子 这够了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沐晨 我们今天主题是谈恋爱 我为了谈个恋爱 自然走太多万路了 你知道吗 我之前为了想提升自己的形象 还去健身 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我突然在想 就算我练到了有八块腹肌的程度 没有女朋友 我给谁看 对吧 我是无法想象 一个男生健身是给自己看的 你们能想象吗 一个男生健身房里面光光练练的八块腹肌 晚上回家对着镜子 我可太好看了 哦 I'm so hot 这么好看的东西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呀 不可能 我要是有八块腹肌 我太了解自己了 我太了解 我要是有八块腹肌 我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有八块腹肌 你知道吗 我太了解 我从那以后 别说女朋友了 朋友都找不着 从那以后拍照 撩开衣服拍 喝水喝半瓶倒半瓶 去别人店买水 一瓶水一块钱是吧 三瓶水多少钱 我数一下啊 一块两块三块钱 超过八块我就数不出来了 真的假如说 一个男生从来没有在朋友圈里面 发过他附近的照片 那他就是没有 真的 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 特别 就是没有那么娇柔造作的方法 能让别人看到我的腹肌 你知道吗 我想了很久 有一个可行 就是有一天我在街上 走着走着 突然 衣服化了 然后别人说 吴云辰原来你有腹肌啊 我说 嗨 这真的不真提 真的 我找个女朋友 本来就够难了 在网上那些人 还敬教我学坏 说什么跟女生聊天 聊一阵子 消失两天 我们先不说这个方法好不好 关键 消失两天 简单 两天之后 你如何重启这个话题 你也没教我呀 支支吾吾打一花花 哈哈哈哈 前天睡着了 网上那是不能信了 真的网上不能信 我就在琢磨 就是女生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我就发现 女生喜欢的男生 特点都差不多 幽默风趣 干净大方 怎么女生都只喜欢 这一种类型的男生 我们男生可是喜欢 各种各样类型的女生啊 就是 真的 妹妹可爱 姐姐杀我 我不想努力了 就是 审美不要太单一 你知道吗 就是 最善于发现美的物种 就是我们男人 虽然说我们这个审美不单一 但是说实在的 浪漫还挺单一的 我前阵子有个朋友 说要求婚 跟我说准备了三个多月 到最后 他的呈现方式是 在一个草坪上 点了一圈蜡烛 我知道 哎呀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些男观众心里想 这多浪漫 这不很正常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 你听我一句劝啊 姐妹们 就是 是这样 在我们直男的世界里面 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点蜡烛 后来他俩结婚了 他俩结婚了 我就当了伴郎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的 隐隐约约 总感觉 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了 我们几个朋友 你知道吗 好朋友穿着正装 像是过来看他最后一眼 还抱着他哭 是真舍不得呀 我的天 这个人就会消失了 没什么区别 你知道吗 朋友圈从篮球旅游 变成了三天可见 就剩下一条链接 标题是 我们结婚啦 那个婚戒 就像是指环网里的魔戒 戴上之后 整个人 就没了 你知道吗 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抱着自己的孩子 我的宝宝 从那以后也叫不出来了 我从他的好兄弟 好朋友 变成了狐朋狗友 真的 好不容易喊出来一次 我们比他都开心 兴高采烈跑过来说 老婆今天出差了 咱们去上网吧 我说 得楼 你能不能做点 就是说 你好不容易出来 我们去喝酒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就像得了什么 婚后PTSD一样 知道吗 就是好久不见 去喝酒吧 喝酒 不能喝酒 不用 不用喝酒 不用喝酒 不能喝酒 你更不会了 已经不会了 已经不会了 他说 抽烟 你抽我吧 家里不让抽烟 这不是我家 那我回家了 就是 当时我看着 他回家的背影 就在想 我说怎么越长大 越孤单 和着朋友都结婚去了 他说 不跟你玩了 真的 我相比结婚 我其实 我特别喜欢 参加别人的婚礼 我太喜欢当伴郎了 真的 因为当伴郎 不光可以完整地体验 一整场婚礼上的 所有开心和感动 还不用你真的去结婚 这个 这感觉很微妙 就像是 像是参观一座监狱 在里面吃了个饭 放了风 交了几个好homie 等到真正该被关起来的时候 哥们打车回家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吴辰 谢谢 大家好 吴辰 我现在感觉写一篇脱口秀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时常把握不住现代网友的情绪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看了很多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你知道每一场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上面发布的产品 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帮大脑加了一年的板 一直要改变世界的产品 然后一经发出所有发布会的弹幕都在刷两个字 就这 我真的太讨厌这两个字了 我都匪夷所思 什么叫就这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大家对该惊讶的事情不惊讶 对不该惊讶的事情瞎惊讶 在科技产品发布会上看到个最新的科技产品 就这 然后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拿个水瓶 力道令人脑袋上 这个太牛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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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跟你说一个更惊讶的 刮死二手车新电商 买买菜车就跟买菜一样方便 线上买根本不用去线下 开七天不满意 免费退 小时候科目对我这个段子不满意 那钱也已经花了 这个退不了 包括 狗头这个表情 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个表情 就是谁规定的说了一句话之后 后面加个狗头就是开玩笑 你还不能生气 你生气就是你急了 我觉得狗头要是这么好用的话 我还穿越回古代 真的随便干什么都行 真的干什么都行 你们想想就宋江 对吧 在徐阳楼上喝酒喝开心了 要写反诗 大笔一挥 友一说一 他日若随凌云志 敢笑皇朝不丈夫 狗头 第二天酒醒了之后 吓死我了 我还好加狗头了 皇上说你疯了 你疯了 你要干嘛你要造反 没有啊 我加狗头你没看见吗 开玩笑的 这么开不起玩笑 大家快看 他急了 他急了 皇上说我不管那么多 来人哪 给我取下他的狗头 宋江说 这就急了 这就急了 你真的 这真的大乌雨事件发生 我天 就离谱 我感觉现在我们 现在的我们 在学习和研究 一千年以前的 唐诗和诵词 就现在这种表达方式 我就很难想象 以后的人们学我们啥 你知道 你就说你们能想象吗 就上课的时候 老师说同学们 来我们从书包里拿出 微博文选 翻到这个 二十一世纪语言鉴赏 几美们 同姐妹 同甲 同甲 这家店的下午茶 YYDS 同学们注意 写着这么写 读要怎么读 底下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 永远的神 哎不对 那叫永远低神 我继续往后看啊 我尝了一口 味道真是绝了 关于这个词用法 作者用绝了 形容一个蛋糕 我们猜测一下 作者的意图好不好 A 一般好吃 B 特别好吃 C 蛋糕灭绝了 我们回到文章 我尝了一口 味道螺旋爆炸升天 啊 我死了 同学们 作者真的死了吗 没有啊 夸张手法 夸张 最后 重点来了 狗头 都学过啊 有没有哪位同学 拿狗头造句 说底下说 老师我有 老师您讲的课 真精彩 狗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乌鸟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 李诞 Rock和杨萌恩 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 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 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 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 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 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 没有办法演奏 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 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 就让你觉得那些马 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 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 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 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 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牌灯吗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 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 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据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它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就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的过去 会不会显得 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